8月1日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在台北市政大楼接受访问时证实 他将组建名为台湾民众党的新政党 我也希望说在蓝绿之外 台湾是不是有另外一个选择的机会 所以对我来讲 台湾民众党看来就是一个理念 理念的结合 我们希望民意专业价值是我们决定政策的一个目标 我们希望勤政 将联勤政爱民是我们行政的原则 对于舆论关切 他是否参与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柯文哲称9月上旬是做最后决定的时间 他表示 进军台当局立法机构是创办新政党的一个重要目标 关于柯文哲组建新政党 将代表民进党争取连任的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 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他的责任是集结最大的支持 已确定将代表国民党竞逐2020的韩国瑜 则在高雄表示尊重和祝福 称柯应该清楚说明追求理想的方向 鸿海集团前董事长郭台铭 在中国国民党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初选中落败后 尚未表明动向 被问及是否与郭合作时 柯文哲仅表示 国民党初选后还没和郭台铭见过面 据了解 柯文哲与台湾抗日先贤蒋味水 都出生于8月6日 后者曾于1927年7月在台中成立台湾民众党 也是台湾人士在日据时代成立的第一个政党 柯文哲表示 期许自己能够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 他好像在完成蒋味水90余年前没完成的任务 不过 蒋味水之孙 蒋味水基金会执行长蒋朝根同一天对外表示 党民亦造成混淆 判柯文哲斟酌 以示对历史与蒋味水的尊重